他是黃復興更本質問題 但是我們一般在談是說 黃復興就是腦袋就是僵化 然後就是很懶很懶 然後就很痛很痛 但我發現不見得長這樣子 那彭拼妮的問題是一個政黨裡面 該不該有一個特種黨部 對 而且特種黨部 他職業是軍人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議題可以討論 OK 好 來 我覺得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 在某些議題是這樣 但在某些議題是 你就算是黃復興 你就算是眷村的 其實在這種遇到居住權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一樣慘的 我在龜山協助的那個勢地寵化案 那就是一個老的眷村 那國民黨的民進黨的照樣 全部 那跟他是哪個黨沒有關係 那就是你就是羅斯 我就是地方土豪 我要寵化 我要賺錢 照樣被欺負 所以這個議題上面 會有不一樣的面向 好 最後我們來談一遍事情 我想新年 大家都希望新年有不同的氣象 那麼二零一六確實選出了新的總統 新的國會 民進黨第一次可以完全的全面執政 好 我先問易凱 你對蔡英文的施政有什麼期許 我覺得蔡總統他對不對 從以前到現在來講 我觀察 因為尤其我這一次做扶選跟反扶選的工作 我接觸很多民進黨 然後也接觸方向時代力量 大概這兩個黨 但民進黨比較多 我在其實碰到比較多的民進黨黨功 跟我講這一次蔡主席 他為什麼把民進黨救起來 那是什麼樣性質的人 觀察到一點是說 他是一個下決定比較緩慢 可是決定之後 他們都會讓他說他是言出必行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之前對不對 就是我們常常看一些 以前一些民主前輩 他們常常講 就是說 他是一個能夠說到做到的人 那可是有一點就是說 他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他不會講那麼肯定的硬標準 像這點就是 我覺得他就是常常人家講說 什麼馬英九 然後民進黨的馬英九 我覺得完全不同 蔡主席他是在那個硬標準的部分 他沒有講 像馬英九就很喜歡講數據 很喜歡講他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然後蔡總統則是講一個大方向 他的方向的話 但是可以很確定 他這個方向如果要做 他就持續推動 然後至於推動的過程當中 他的他想要做一個所謂的 以前講的臺灣共識 我後來理解就是什麼樣的做法 他比較想說 我們既然 我現在是認為這個方向 是一個核心願景 臺灣要長照 臺灣要有年金改革 改革這個東西是個願景 可是這東西當中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專業 然後不同的有不同的厲害角力 他想在這邊取得一個 我要朝這個方向裡面的一個平衡點 我不要理解他是作為一個 你找出各式各樣的方案當中 裡面也有民意最大支持的背景 然後但是一定要朝到這個軸線 方向軸的政策 最後才做實行 我認為這是一個他可能過去 他就是一個談判專家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本能 就是他因為談判 談判就是你不會一開始把底線縮死 所以你會在 但是你很清楚 你要的是什麼 然後在那邊爭取 所以我其實我 我對於那個什麼 蔡英文我非常有信心 但是你期望這四年看到他做一件什麼事情 是會讓你覺得終於疏遠以償了 對 這個我覺得有一點 第一個就是我認為一定要跟國民黨政府 完全不同的地方是什麼 就在我們裡面維持現狀 以及所謂的國家的願景當中 有幾個大組合 第一個轉型正義不用講 轉型正義的內涵是什麼 當然黨產嘛 一定要把大家政黨的競爭的公平 然後希望能夠全民參政 公民開放 這個大家都會講 細節裡面當中 他必須要能夠說 我在維持現狀裡面的內容 要把國家的大方向的這個選擇權 留給民間 要是民間的共識 而不是由過去像馬英九這麼說 我覺得像你看朱玉琳跟馬英九都講過 我覺得臺灣跟中國比較好 然後就會有得到很多兩岸同益 所以我就帶了民意要走 即使民意過半了 像服貿或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也無私人民意 那不是 如果今天蔡英文要做的 就是應該是他有一些 他提出的政策 然後在政策當中 他必須要把這些民意的支持 留在民間當中 然後我期許他就是一定要保持這個軸線 不是說他今天換有一天覺得 跟馬英九一樣 我覺得跟哪一個國家 我比較友好 我就硬著帶帶大家走 不是他一定要參考的民意多數 然後我期許他一定要保留這個選擇權 那包含像我們許多做獨派運動的朋友是這樣 我們可以忍受 我們可以接受說 你們要在保持中華民國 憲政體制當中 不要再跟引起更多的風險 可是在這維持現狀的內涵當中 一定要保持有什麼 保持臺灣的本土性的紮根 持續的讓民間 在民間的民意下來講 用民間的那個 如果大家同意的是臺灣要未來 成為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然後變成一個正常化國家 那就讓民間來推動 然後蔡英文不要去阻止 這我都要期許 廖西 蔡總統的話我 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會期待舊經濟 那經濟確實整個包括大環境也確實不好 那我個人的話我其實是比較關注教育 那我還是希望說能夠把臺灣的小朋友 其實我小孩還小 希望臺灣可以有一個亞洲一流的一個教育的環境 把小孩子真的交成一個正常人 健健康康的 心智正常 史觀正常 道德判準正常 那麼我就覺得 其實蔡英文就功德無限 那當然包括這教育是一個 那再來當然包括政治 剛才易凱講的 我們都想這是大家都同意的 政治上清算國民黨 簡單講就是這樣 也不要讓他再起來了 我是建議鄭浩趕快轉轉行 你要去民進黨也可以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我要特別點出來 就是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其實很少人真的 包括民進黨時代力量 也都很少人提到 其實人口問題非常的迫切 現在看大學 看高中 看到那個縮班 大學馬上一百五十所 現在只剩下可能只能夠養八十所 會極速的萎縮 那這個問題隨之而來 就是老人化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會是我們這個世代 馬上要面對 那我是不可能期待一個徹底的解決 但是也許希望蔡總統 能夠在這一塊多一些著力 來建勳 最年輕的年輕人 當然如果蔡英文提出很多政見 如果他真的能夠達成一半 就是功德無限 非常感激阿彌陀佛 那大方向的話 當然希望說這個蔡主席 他可以多聽人民的聲音 然後多跟人民溝通 那因為我是年輕人 所以我會希望說蔡主席 領導的民進黨 他們可以多聽年輕人的聲音 多 多上PTT 對 多上PTT 多看政經現實P 理解大家民意 年輕人的民意 讓更多年輕人可以去參與政治 或者是給予政治意見 來讓政治可以順應 時代的變化而做出一些調整 那再來就是細部的可能就是很關注 我一直都很關注 像轉型正義 黨產慶算 補正公投或是選霸法的修改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是關係到各個議題的面向 不僅局限於特定議題 這是大面向很需要改變的東西 那當然我做了課綱的議題 很希望民進黨 民進黨完全執政之後 可以去重新檢討課綱 然後去暫緩或是撤銷 這個有爭議的課綱 而且制定一個課綱 他去做的一個標準法條 或者是行政規範 這是我希望的 對 吳征 我覺得這個樣子 就是說 我們在面對政治這門事務的時候 會覺得它特別複雜 甚至像我們現在做政治工作 會覺得特別的 很多事很困難 是說在於它有兩個 我覺得認為有兩個面向 一個面向是說 我們理想中的政治 就是我們理想中有很多好的做法 好的改革應該要推動 但同時有另外一個面向 就世俗政治面向 就是我們這些認為的理想 都需要取得權力來推動 那這你在世俗過程的政治過程中 就是你要必須要去不斷的取得權力 取得權力的過程 又把雙手雙腳弄髒 那這個就是一個折衝 那我認為說我對一個政治人物期許 就是他在怎麼在這個權衡中 去讓理想能夠站出更高的比例 那講的更直接點就是說 我認為對蔡英文總統一個很直接期許 或者我認為說是一個試金石就是說 當一個你已經掌握了完全執政政黨 你是不是還願意說去放下一部分你的權力 是我們所謂說的還權於民 那甚至是說可以說放棄一部分你們既得利益 那其實這個就包含了過去 我們大概講的這個公投法的門檻下修 是不是把更多的權力是放給人民來決定 而不是單純只有立法院的 這很重要 那包括說選罷法 罷免的門檻的下修 是不是願意說讓人民來淘汰 覺得不優質的立法院 那甚至包括更大整個修憲的層次 就是說例如說像這個部分區政黨票 分配門檻 是從五趴降到更低 像例如說降到三點五趴之類 修憲的層次 其實都是會挑戰到大黨的既得利益 那包括說選制 但我們都知道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這個制度 對於大黨的紅利是很多 對於小黨是很不利的 那在未來這些更大的方向 民進黨是不是 包括說蔡英文總統 是不是願意說在推動這個 我們認為是理想的改革道路上 可以去犧牲一部分他們既得利益 這個是我對蔡英文蠻高的期待 現在修憲的幾乎是不可能 四分之三 罷免的話 民進黨再加上時代力量 再加上這個一席趙正宇 還需要兩席親民黨送兩席票 困難度也有一定 好 來 鄭浩 你希望民進黨的蔡英文主席 奇怪怪的 在新年就期待蔡英文 但是我講說 在一個正常的民主政治 在政黨輪替以後 不管原本的政黨是什麼 都應該期許新的總統 是萬事如意 講實在話 因為他不如意的話 也不會如意 對啊 跟著倒楣是全部臺灣人民 那如果硬要講細項說 有什麼特別在意的 我老實說 我希望蔡英文能夠建立一個 留國民黨一個火口 這倒不用 我覺得 現在國民黨擔心的是草鞋 不留國民黨一個火口 我希望蔡英文能夠建立一個兩岸交流 新的交通規則 我講實在話 因為不管怎麼樣 問題是交通規則 好像跟我們沒有關係 是人家 那個警察也是他們派的 燈號也是他們裝的 秒數也是他控制的 這是最現實的地方 就是我們就在他旁邊嘛 對 我們不可能 完全不跟他交流 那怎麼辦 現在交通規則顯然不滿意 現在總統顯然對他交通規則很滿意 拜託 就是我希望新的 新的總統可以建立到新的交通規則 讓大家都很滿意 如果真的做到的話 我覺得說實在是臺灣的福氣 因為這最現實就是我們左邊的國家 就是那麼的跑不掉 對 就是那麼的大 我們跑不掉 那我期許蔡英文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OK 寶瑄 我覺得我跟大家可能有點不一樣 我當然同意說 傾聽民意非常重要 一些制度化的還權移民 釋出一些權力 讓你的記得 挑戰到你的記得利益 這都非常重要 但我覺得我更期待 蔡英文可以做到的是負責任 就是我覺得那種 我已經看了太久 不只是民進黨政府 國民黨政府一直以來 大家那種躲在民意背後 你們還沒有形成共識 所以這項法案 我不能倡促推動的 那個做法 真的是維持太長的時間 包括我關心的相關 土地正義的案件 桃園航空城 鄉親沒有共識 所以我不能推動 我覺得這不是人民對政府的期待 就是說你有一個 你當然要傾聽民意 但最後你是必須要做出判斷的人 而且你要讓這個負責任的 機制非常清楚 所以他會涉及 包括國會改革的相關的推動 就是說我們不能再躲在一個黑箱裡頭 讓人民沒辦法克責 我不是說你不能協調 你不能喬 但喬完之後 你基本上要告訴人民 你為什麼這樣喬 誰喬的 他為理由是什麼 然後最後讓選民用選票 去讓他負責任 所以這個怎麼樣讓責任政治在臺灣能夠弱實 然後去除所有的特權跟黑箱的那個因素 我覺得是我對蔡英文總統最大的期待 我覺得開始我們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跟下一步要做 就是從我們這個 這一個世代裡面開始要進行的 就是價值的辯論 那我覺得剛剛鄭浩或大家來講的 下一次開始要講的時候 變成不是談青年參政 而是變成說青年參與什麼樣的政治價值 是最好的 然後我主張什麼 我覺得開始要走這一步 OK